哎呦 天哪 真的是难为死我了 要哪呢 这不是大哥的小时候吗 还长得挺可爱的 我的天 这个是杨阳啊 怎么长这么丑 我的天哪 又是谁啊 是谁啊 是谁啊 下晴 喂 说话呀 夏晴 你怎么了 没什么事吧 小恒 你在哪儿啊 我在设计室啊 我怎么听你声音 好像是哭了呢 是高新雅又找你麻烦了 电话里说不清楚 我去找你当面聊聊吧 好 你过来吧 等着你啊 喂 晴儿 怎么了 杨阳 怎么了 说什么呢 不知道啊 听她声音有点怪 这又出什么事了吧 是问她公司的事 还是咱妈又教训她了 没有 咱妈要能训她一顿倒好了 她也不至于在家被当中空气 应该不是家里的事 她约我去小恒工作室见面 小恒的工作室啊 行吧 反正我顺路带你走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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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淡定 我要淡定 我是一个成熟的女人 我要用最理智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陆小航 什么事啊 你这么着急忙慌的 陆小航 你打算一辈子和你的话事为伴吗 这么奇奇怪怪的呀 大老远跑过来就是要跟我聊这些呀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独身主义者 而且我也没有结婚的打算呀 你敢说你从来都没有打算过结婚吗 没有啊 怎么了 你是要给我当红娘啊 是要给我介绍结婚对象吗 要是你的仇人的话呀 你可以试试看 要是你的好朋友啊 你就别祸害人家优秀青年了 你又不是不了解我 那如果是我的老公呢 那更不可能啊 我跟钟丽阳 那就是双兔棒地走 安能辨我 是雄词 你是在哪找到的呀 在钟家的阁楼里 看来是一直留着 从来没有想过要丢掉 你们还挺浪漫的嘛 还打算去法国度蜜月 我结婚的时候可没有这个待遇 钟丽阳想都没有想过要带我出去走走 这都是陈年旧事了 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陈年旧事 我的老公曾经跟别的女人订婚 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我还傻里傻气地把这个女人 当作我最要好的朋友 如果换作是你呢 你会怎么想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钟丽阳没有告诉你 就怕你是会使这个反应 怕我会使这个反应 所以就是你们隐瞒我的理由吗 陆小恒 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前任 你是一个差点跟他走进婚姻殿堂的人 你也说了 是差点 所以呢 所以你就可以这么理直气壮了吗 夏晴 你在这干什么呢 你来得正好 这个相册你不陌生吧 你从哪儿来的 从哪儿来的 为什么都要问我从哪儿来的呢 从哪儿来的你们还不清楚吗 夏晴 这件事情 我真的没有必要有什么道歉的 毕竟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而且这也是我个人隐私 我没有必要一一报备 我是没有说 可是你也没有问呀 所以说不存在于什么欺骗 你要是把我当朋友的话 你也应该尊重我的隐私 尊重你的隐私 那谁来尊重我的知情权呢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婆婆那么喜欢你 你说什么是什么 原来你才是她心目中 最理想的儿媳妇 夏晴不是这样的 好 好 很好 我以为我来到这里 你们跟我解释清楚一下 就没事了 现在看来是我想太多了 我明白我在这个家里的地位了 行了 我不争着 我走 夏晴 夏晴 如果这件事情对你很重要的话 我可以讲给你听 我只是不喜欢你处理事情的态度而已 我更不喜欢你处理事情的态度 我更不喜欢你处理事情的态度 你不要困我 我要跟你离婚 我不会再离你也不会离你们家的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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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 对不起啊 没关系 反正话是她的 她有权决定怎么处理这话 你还在这处着干什么呀 赶紧去追呀 追她有用吗 就怕当初跟你走到这一步 所以就没嫁给你 还不赶紧去解释 她揪着这点过去的事情不肯放手 连这一点基本的信任都不肯给我 我跟她解释什么呀我 行了别在这浪费时间了 赶紧去吧 快去快去去去去 快快快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出什么事了 有什么话 跟我说说 别憋在心里啊 好不好 怎么了 我有这么大的 我这 我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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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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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你有话就跟我说吧 哎 我可告诉你啊 我不愿意啊 别人给我甩脸子 尤其是不愿意小辈给我甩脸子 你知道吗 好 是您让我说的 在您心里 我一直不是一个满意的儿媳妇 是因为您最喜欢的儿媳妇 是陆小恒对不对 陆小恒和钟立阳差一点就结婚了 你们全家都知道 就单单瞒着我 你说的是这件事情啊 那我没什么好说的 结婚照也拍了 蜜月也计划好了 这么重要的一个女人 难道我这个老婆 就不应该知道一下吗 哎呀 不就是拍了几张照片吗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再说他们也没结婚哪 是这么简单吗 在所有亲朋好友面前 他们俩才是一对吧 结婚那天 陆小恒站在台前 钟立阳却挽着我的手 难道大家都不奇怪 到底谁是您的儿媳妇 我想都不敢想 我感觉自己 简直就是一桩笑话吗 哎呀 秦庆 实话跟你说吧 我即便是再喜欢陆小恒 那我也尊重他们的选择吧 他们不愿意结婚 我能有什么办法 不愿意吗 那为什么要拍结婚照啊 为什么要还要准备蜜月旅行呢 结婚之前 陆小恒反悔了 她就走了 对啊 反悔的是陆小恒 并不是钟立阳 如果小恒当时坚持的话 钟立阳早就把她取到手了 而您就有一个实权实美 做什么都让您舒心的儿媳妇 而我也不用待在这个家里了 天天跟钟立阳吵架让您操心 还要面对高欣雅 现在好了 一切都解决了 您的麻烦也都结束了 哎呀 晴晴 要说有麻烦 那也是你自个儿找麻烦 是 您说得对 现在您的麻烦 自己把自己给清理掉了 以后您可以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 就让钟立阳把您喜欢的儿媳妇找回来吧 哎 请进 这怎么回事啊 小恒 别闹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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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婚吧 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给你腾地儿 你把陆小恒娶回来 这样你妈就有两个满意大人媳妇了 你说什么呢 离婚离婚 妈 你都跟她说什么了 我 我能说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呀 没什么 没什么事 你们都对 只有我一个人错 什么都是我错 我走 我滚得越来越好 哎 晴晴 你赶你去追呀 跟她解释解释 夏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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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你一定要这么激动嘛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你能听我解释一下吗 我们认识了那么久 你能解释机会还少吗 走开 我这跟你说了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看你之前一眼过去了 夏晴 你听我说呀你 走开 夏晴 夏晴 我都说了那是过去的事情了 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呢